真言第四章第23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 要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你明明为什么香港基督徒 基本上在我旁观者的时候 见到的问题 而见到他们这种同流合污的方式 他们真的有他们血气所得的果效 但这个是不是我羡慕的 我绝对不羡慕 因为我直到看到基督徒 已经搞到怎么样了 已经到了什么阶段 令我很震惊 我是害怕我回来香港侍奉的时候 到最后 我的信仰成为了我自己都不耻的一个人 所以当我回到加拿大 我开始就跟召牧师说 如果我可以不回香港 我真的不想回去 我直接不敢再回香港 因为事实上 后来我在香港开自己教会之后 年纪两年 因为我是8月17号结婚的 我去到8、6年的时候 世界博覽会的时候 直接是要回到加拿大充电才行 因为吃力那种孤单 那种辛努的方式 而事实上因为我的思维方式 是可以说对比很多身边的人都太前卫 也会预思想到这些事 如果能继续发展下去 其实我连自己的信仰都不保 所以变成很多问题 我根本说不到给身边的人听 甚至说不到给召牧师听 只不过我去到 在香港事奉到8、6年的时候 已经发觉 如果不能找到地方去休息一下 事实上我突然跑去加拿大 回到加拿大三个月的时间 在那段时间 神值着按手礼 值着很多东西 再次使我重新得力 再次给这个答案 但是在这么多年当中 一次又一次 我都经历到这种觉得 直成是完全力不能及 完全是用尽我所有的努力 我都绝对没有办法升过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次 是一次一次地临到我的 但是感谢主 就是因为我横跨两次加拿大的时候 就根本是遇到 曾经遇到过 肉身上这么真实 这么可怕的经历 所以变成在这么多年当中 一次又一次遇到这些 同样一样 是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 去完成那个使命 我完全没有办法 将我自己的理想 和梦想去做出来 就算无论我多努力都好 无论我 甚至将我自己一生都放下去了 都完全没有办法做到 是试过好几次 遇到这样的光景 大感谢主 就是因为 如我所说 我经历过 神带领我去 横跨整个加拿大 这个经历 是真的在我人生当中 是成为我一个 很大的提醒和帮助 而事实上是关正 我已经在绝境 或者绝望当中 反而让我去突破 而找出一个答案 或者找出一个前人 都从来没找过的答案出来 因为前人都从来没遇过这些问题 就像加拿大搞教会的人 或者土生土长的人 他一生都不会遇到 我现在所说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 甚至是那个光景 回到香港的时候 只不过同立合乌 他一样不会遇到我说的问题 我说的问题就是 我希望把一个好的信仰 把神的真实 我所经历到的这些真实 同样复制在香港很多 这些无神论者 或者从来没认识神的人身上 但是就是这个这么宝贵的 四个月的香港的历程 就是这个84年4月 直到84年的8月 这一段的过程 它奠定了我人生当中 可以说第一个信仰现实的最大问题 信仰现实的意思就是 我根本有自己的理想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的理想就是 如果我保持着我的信仰在加拿大的话 就OK了 但是如果我这个信仰 如果我回到香港 就算我自己也保不住 这个就是我当时发现的现实 不要说你把福庆带给人 你直接自己也保不住 这个信仰 所以当时这四个月 就让我带了这个问题再回去 而接着来在加拿大 接近半年的时间 我就是找出了答案的方程式 然后这个方程式 就回到香港 一直为辞至今 都是我忠于这个做法 忠于神当时所给我的这个呼召和声音 去做到今天 而最明显的就是 我看回在二十多年之后 别人又做 我自己又做 但在这么多年之后 我看见我自己的信仰 和身边的人的信仰 里面包括我自己的朋友 同学 亲戚 我看见他们的生命 最开心的是 看见他们的下一代 很多都是手抱的 但看见他们的长大 他们完全不像香港人那样 他们有那种善良 单纯 受教 甚至连邪灵 都不敢接近这些小朋友 OK 但你看看外面教会 或者外面的这些小朋友 在香港套生套长的时候 会是怎样 那你就会明白 在当时我一无所有下 回到香港 希望复制这个信仰 并且有一个社区 在二十多年后 我见到他们不但承认 已经存在了 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 你们现在觉得 会理所当然在 石安土生土长 信主 长大 心、性格 受教程度 是这样 甚至有些人 甚至误解以为是天生 但如果你看回 在香港外面的 很多外邦人 甚至外面的教会 他们由大人至小孩 至于下一代 都完全不受控 无论在罪里面的跌倒 軟弱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这一节经文 我们所读的 就是我们一生的 各校其实在哪里发出 在心里面发出 在那四个月里 在香港看到 就是这些人 他们努力重复前刑的错误 但是为什么他们 不知道那个错误 是这么严重 他们一面咬着 就是这种做法是有成果 但是我所强调的 就是说 其实这个成果是你自己 为你肉体制造出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成果 就是从神而来的 这些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 那是有很大分别的 人肉体的成果 只要你肉体努力 就是一直由你的肉体努力 你一定会产生成果 但是当你的肉体衰败会怎么样呢 当你好像我那样 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 你又怎么样呢 你已经没有那个心力 再用你的肉体努力 去努力 那又怎么样呢 是吧 而结果真的很明显 分别真的很明显 在今天我吃着我自己 在年幼的时候 所杀的这种种 这种果子 享受神所给我的祝福 以及我自己现在能够 可以自由地去祷告神 自由地去謝帆 自由地去不看电视 也不会被我身边的环境 或者各方面干扰 或者觉得他怪 我说的是 当时我自己所认识的 这些牧师自己 他自己在他的家人面前 朋友的面前 他都不敢做足在信仰上 或者他自己在 他自己灵修里面的这些榜样 简单来说 这些人根本是 不单止不能够性个环境 到他们自己在做牧师的时候 练掌的时候 都是被环境改变着 但我自己现在 今天是不是 我今天活体的光景 可以说比我当年 回来香港 更加期望的光景 更加好的情况 所以这四个月里面 如果对比之前 我还没回香港之前的 八个月 在加拿大读书的八个月 那八个月可以说 让我确定了 什么美善 什么好 确定了让我去分析 一些现有的问题 和让我能够正视问题的答案 让我肯定了有一些东西 是来自神 也就是能够做己做人 但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让我看到 我的能力 根本没有可能 将这些东西推行到香港 不要说推行在香港 只是推行我自己身上 那个阻力 都带得很惊人 基本上 你差不多等于在香港 六亲不迎 这个是当时的人 他这样说 我自己的信仰方式 即是你这种 电视人体 说这些全部熟悉的东西 什么名牌 你什么都不懂 刚刚出了什么名声 你又不知道 你真是六亲不应 那种信仰 你明明在说什么 就是当时来说 我才认清楚 其实我将要面对的问题 是原来带得这么厉害的 就等于我突然间 跳进了一个旅程当中 我要在冰天雪地 横跨整个加拿大一模一样 当时的感觉是非常类似 在那个旅程当中 我害怕的就是肉身的死 但是在我回到香港 再次重回加拿大的时候 我害怕的就是 我害怕我自己宿令的死 但是当然了 这个问题终于在大家 今时今日所见到的 就是解决了 是不是 因为真的 我在有限的资源 和我有限的财能下 神让我能够对正下弱地 一步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而大小想不到 这个解决的问题 到一个程度大到 是神可以让祂的国 在香港抗战 变成石安教会 今时今日的光景 真言第四章第23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 要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心果上神指引 曾坚定未遥当 依靠我神指引 朝向通过 抛弃了尘足及人 离别醉患于罗网 只向永恒通过直红 随着我阴着 前路更连路 行上泪眼泪 全力向前奔放 面临月经 眉桑尖 面临窒风 无违望 随着最大力 从高却往前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